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一些和K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往下来 还有几个和K相关的 我们把它学完 好接着往下看 我们之前设置过Key的过期时间 也可以通过TTL 包括PTP PTTL来得到这个Key剩余的时间 那现在呢 那我想把一个带有过期时间的Key 变成一个永久的永不过期的Key 也可以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第十个命令 叫我们的Persist 那这个命令呢就是将 一个带有过期时间的Key 转变成 永不过期的Key 永久的Key 它的语法呢也比较简单 Persist 加上我们的Key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之前呢我们还有这个 没过期的 得到一下TTL的 Touch Page 4 Page5 Page2 Page1 好Page3 这是还有这个过期时间 那接着如果不想到过期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Persist Catch Page3 成功 接着你再来TTL一下 你看 这时候它反复的是什么呀 -1 代表没有设置过期时间 这代表是一个永久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提前来写一个 Set一下 Catch 值呢 随便写那个TestCatch 接着 Experl一下 Catch 过期 100秒之后过期 这时候你再通过TTL得到一下 Catch会看到 接着Persist Persist一下 Catch 再通过TTL得到一下 反复的是-1 不信的话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 OK 再往下 设置一下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接着 再TTL一下 Catch 96秒 接着Persist Catch 再TTL 它反复的就是 是-1了 这样的形式 比较简单 如果这个Key不存在 或者说没有生存周期 我们通过Persist 它反复的是一个0 你看 你再Persist一下Catch 它反复的是一个0 因为它已经是永久的Key了 这样的形式 好 第11个呢 假如说这个Key我不想要了 我想删除一个Key 也可以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DL 来删除一个Key 删除 指定的Key 可以一次删除一个呢 也可以一次删除多个都可以 那它的语法呢 比较简单 DL加上Key 就可以 可以有多个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接着删一个 DL一下 Catch 它会返回删除Key的数量 DL Catch 删了一个 接着我们再删除一下 DL Catch Page 1 Catch Page 2 Catch Page 3 你看 这里面只有一个Page 1吗 我们再删除一个1234 DL 1234 对 你看 删除了这4个 删除了这4个 因为这个过期之后呢 这个键自动就被删除了 刚才这几个已经过期了 所以说这几个键已经没了 只有有一个是有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Catch Page 3 因为已经把它变成永久的 永久的了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看 我们删除了1234这4个键之后 它返回的是 删除键的一个数量 比较简单 DL命令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从我们这些键中 随机的返回一个Key 随机的从当前数据库中 可以通过Random Key 它的作用就是 随机的 从当前数据库中 返回一个Key 语法呢 直接写上一个Random Key就可以 来实验一下 Random Key 一个 你看 每次都不一样 随机的返回啊 Random Key 这样的形式 比较简单的一个命令 好 接着再往下 第13个 假如说你写了一个 给一个键命名的时候 你说表现命名错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对这个键进行一个重命名 可以通过 对Rename 都是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个命令 Rename 它的作用就是 重命名一个键 它的语法也是 Rename 要对哪个Key 进行重命名 给它起的新名字 New Key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测试一下 写上一个 Site Test Rename 1 值呢 就是一个Rename 1 好 设定一下 成功 接着我们就可以通过Rename 假如说 我就想把它叫 Test Rename 2 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Rename Test 原件名 新件名 形成一个Test Rename 2 这样的形式 成功 接着你再得到一下 Test Rename 1 你看 已经不存在了 得到一下Test Rename 2 这是存在的 好 那接着如果是 假如说你再重明明一下 Rename Test Rename 2 还是Test Rename 2 名字是不是没有改变呀 这时候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 Error Source And Destination Objects Are the same 是否报错了 不可以 记住 如果名字 没发生改变 会报错 注意 这是第一个 如果 名称 没有发生改变 回报错 第二个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了 假如说这里边 Random K 一下 有Test 14 接着我就想把这个Test Rename 2 变成一个Test 14 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件名 还是否可以 Rename Test Rename 2 接着 接着变成Test 14 看一下是否可以 当你的新名字和我已有件名 重名的话 是否可以 OK 那接着你再得到一下 GetTest 14 这时候它的值 Rename 1 那我们没有测试一下之前的 先Random 每个Key 再Random 一个6 GetT一下6 只是6 这时候我再将Test14 重命名成6 看一下是否会产生覆盖 Rename Test14 重命名成6 好 OK 再Get一下6 是不是会把之前的这个值给覆盖掉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一点大家也需要注意 如果说你要Rename Rename一个不存在的Key 会爆错 Rename一个 Test15 Test 或者Test14 值呢是Tes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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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写的 I root No suchKey 都没有这样的Key 证明你的原件名不存在 也会爆错 好 这是我们的Rename 和Rename一起来记得还有一个 第14个 Rename Rename NX 一看到NX 大家第一点要想到 有了之前命令的基础 是不是应该知道 Not exist 如果 这个 新名称 不存在 不存在 才可以 必须 重命名的 重命名的 新名称 不存在 才会执行 才会生效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的语法呢 比较简单 和我们的这个Rename 是不是一样啊 Rename NX Key 好 接着简单做一个测试就可以啊 刚才我们看到 这里边已经变成了 6 6 是不是已经存在啊 对吧 Rename1 接着我们再来设定一下 set一下 test Rename 值是一个 test 好 接着Rename一下 test Rename 把它变成6 6 这时候这个6 存在的话 通过它会产生覆盖 如果你要通过我们的NX 这时候就 执行不成功 你看一下 接着再把它复制过来 好 没有成功 返回的是0 返回的是0 那如果成功的话 返回的是1 假如说你把它重命名成6 1 这是可以的 你get一下 61 你看到 已经是我们的test了 没问题 接着你再existe一下 检测一下 test Rename 是否存在 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的形式 RenameNX 比较简单 再往下呢 还有 假如说我们想序列化 我们给定的key 并且返回序列化之后的值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Dub 它的作用就是 序列化 是序列化 给定的key 返回序列化之后的值 可以通过我们Dub 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之后呢 你想反序列化呢 我们可以通过restart 它们两个 一起来记 有点像我们PMP中 是不是有这个 Serialize 反序列化 Serialize 对 是 反序列化 给定的 序列化之后的值 就写一个反序列化吧 简单点 它的语法呢 来看一下 比较简单 语法 Dub 一下key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set一个test dump 只是 this is a test 接着 接着你可以通过dump 来序列化 这样一个key 它就会返回序列化之后的值 好 接着我们dump一下 testdump 返回一下序列化之后的值 那接着呢 我们还想看到原来的内容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通过restart 进行一个反序列化 那它的语法呢 是这样 restart 将这个啊 反序列化之后的内容 我们指定到哪个key上 也可以以毫秒来设置一个key的一个生存时间 那如果是设置成0的话 代表不设置我们的生存时间 这样的形式 接着 跟上一个key pt1 代表我们的毫秒 把它设置成0 代表不设置我们的生存时间 再往后呢 是我们这个序列化之后的值 把它反序列化成多少 就当我们刚才的为例 看一下 在这儿 把这个拷贝过来 好 接着我们直接restart一下 把它指定到我们的testdump1上 接着t1 接着t1 设置成一个0 这是我们刚才这个值 把它粘贴一下 你就会看到 当我们在得到testdump1 这个key的值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test 得到一下 得到一下啊 get一下testdump1 this is a test 得到一个反序列化之后的值 也可以 同样的可以通过在这儿来指定一下我们的毫秒过期时间 我们再来试验一个 testdump2 5000毫秒 ok ppttl一下 testdump2 get一下 testdump2 new 没有成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restart一下 好 我们重新来试验一下 刚才是不是脑块鞋错了 来 再来设置一下 get一下 6e test 接着我们dump一下 6e 得到一下这个值 拿过来 拿过来 好 接着restart一下 restart testdump3 5千 5万毫秒吧 这是我们的值 好 get一下 testdump3 得到了test没问题 接着pttl 一下testdump3 好 好 你看到剩余的这个毫秒的过期时间 是不是一直在有呀 这样的形式 5万毫秒啊 这是我们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也比较简单 最后呢 最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命令呢 我们也经常会使用的到 假如说我们想把当前数据库中的某个key 移动到其他数据库或者说另外的数据库中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m 进行移动 将当前 库中的 数据库中的key 移动到 另外的数据库中 它的语法呢 直接来写 mo一下key 接着数据库的一个编号就可以 移动到哪个数据库里 db的id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想 设置一个 set一个 test mo 值的是三个a 四个a 首先呢 默认使用的数据库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当前默认的使用的 是不是零数据库啊 你也可以select一下零 接着再得到一下 设置一下 看select一下零 OK 打开了零号数据库 接着设定了一下 testmo 指示aa get一下 testmo 四个a 没问题 接着我们再切换一下数据库 写上一个select1 打开了1数据库 切换之后 你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 命令提示符这 是不是已经变了 变成了1号数据库了 我们再来使用一下case 新 得到一下里边的所有键 是不是没有啊 这时候我们再回去 写上一个select0 通过mo 将这个testmo 移动到我们的1数据库中 直接这么写 写上一个1就可以 来实验一下 好成功 成功呢 返回1 接着你再得到一下 在当前数据库中 得到一下这个键 是否还有 你看到 已经为空了 我们再select一下 打开1数据库 ok 再case一下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testmo 再得到一下testmo 是不是个a 这样的形式 证明已经将我们的键移动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们这个1数据库中 可能也有好多键名 你从0数据库中移过来的键 和我们1数据库中的键存在重名了 这时候会怎么办呢 是产生覆盖呢 还是不移动呢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0数据库 select一个0 接着我们直接写了set一个testmo 指示bbb 好ok 再得到一下get一下testmo bbb 接着我们mo一下testmo 移到我们的1数据库里 你看成功了吗 没有 现在得到的是不是一个0呀 接着你再得到一下testmo 看到还是bbb 再来看一下1数据库里 select一下1 得到一下testmo 是不是还是之前的4个1呀 这样的形式 所以说需要注意 还有第二点就是 当移动一个不存在的key 到另外的数据库的时候 也会报错 假如说我们将1中的这个mo一下testmo1到0数据库 1数据库中只有这个key 没有这个testmo1这个key 这时候呢你会看到没有成功 回到我们的这个test0 0数据库 你检查一下这个key是否存在 testmo1是一个不存在的 所以说这时候也是不会成功的 两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 当移动一个不存在的key 不会成功 会失败 第二个 当目标数据库 存在同名key的时候 移动失败 移动失败 这是我们mo的一个用法 好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keys相关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命令 像我们的object呀 可以写到这儿 包括像这个sky呀 salt呀 这样的一些命令 像这几个命令呢 等我们学到后续的课程中 我们用到它的时候呢 再来进行一个讲解 因为在这儿讲呢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没有学到 体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没有给大家去讲啊 还有一个像我们的margrate 那这四个命令等我们到后续的课程中 再来给大家讲解 那你们的重点呢就是把我们 这节课讲的这些命令 大家练熟就可以 之后呢我们再通过 学习其他设计类型的时候 再用到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直接拿来就用了 好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好好练习一下就可以 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